好 接下来咱们再进入到第四个题目上面 第四题 The unironic representation of objects from everyday life is konger serious american art of the 20th century 对大家来说很大的障碍 就包括说像unironic representation 就这些词都怎么翻 是很痛苦的 ironic大家知道这叫讽刺的 说反话 那如果加了you are unironic呢 我说叫不说反话 不说反话叫什么 就是说的直接 所以unironic的同意词叫direct representation不能只知道它叫代表 其实代表我们更喜欢用的 是不是应该叫representative representation应该相当于是description 表示的是描述 所以大家看这里应该是直接的描述 它描述的是源自于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物品 对于源自于日常生活中物品的直接描述 在20世纪的美国的高雅艺术之中 是第一个空格的 到这我不知道填什么 但是大家看到了后面出现了这样一个标点 符号是冒号 冒号的话 我们在考场是要有跪舔的冲动 冒号逗号 在GRE填空体力太有价值了 甚至我们在四年前的视频里 就给大家下过这样的毒试 说你将来如果在考场里 你看到你的20个填空体力 冒号体力不是成片出现的 请你敲断我的双腿 你会发现四年过去了 我还是能够走来走去 那就意味 意味着这个方法确实确实是对的 所以请各位在考场对这个冒号 一定是要有极高的敏感度 20个体力我都不说是什么 只出现一次 它是出现三四次 甚至七八次 真是一片一片一片的 我现在给你再继续下个读试 就是如果它不是成片出现 请你敲断我们整个团队的双腿 就是我拿团队的腿都给你堵 它也必然是要成片出现 考场上你看到这种冒号 你是必须要跪舔的 你就想20个体力 有8个有冒号体 你是不是应该坐一个 就舔一下屏幕 健康老师看到 你就在那一直拉着 你说不要舔了 你说不行 这个必须要舔 冒号前后一定信息交叉互补 那我们这个空如果要舔 大家是不是应该去冒号后面 去找它相应的对应 冒号后面说的是 高雅的艺术家 他们会将直接的对于 空格的这些东西的直接描述 就交给了那些插图家 广告商 还有这些打包的设计师 这怎么舔呢 我们看到冒号后面的话 先找找同意重复吧 冒号后面呢 我看到了有一个 streetforward depiction 哎呀 这个同意重复的 是不是应该就这个地方 刚刚的unironic 我说这叫直接 streetforward是不是就直接 描述就是depiction 这不就是representation吗 off还是那个off 然后接着呢 我说这个这个空格 那你说它的描述 直接描述啥 描述的是不是应该是 冒号前面描述的东西 叫everyday life 画圈箭头指向 第二空格 上面打正号 正号就和这个冒号 勾到一起 第二空这时候就可以了 就所谓的冒号体 空格冒号 一坨内容 你要填这个空 一定是在后面 找个信息对应过来 后面如果有空格 一定从前面 找个信息过来 千万不能单侧去找对应 好 那这样大家看这里 这美丽的不行 复杂的不行 大家就选一 commonplace 就是司空见惯 常见的呀 那这个就是everyday life 见惯不怪了 好 那这样我说 冒号后面的信息 就极其完整了 他说高尔艺术家的话 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物品的 直接描述呢 就交给了这些插图家 广告商 还有打包的设计师 说白了就是高雅艺术里面 就已经没有日常生活的东西了 他交出去了 这对大家来说又有一个障碍 就是seed something to somebody seed a to b 是不是应该是把a交给b呀 他们不干这个了 所以我冒号前面 大家一定要填的这个内容 就是高雅艺术里面 没有日常生活的东西 那你会发现 我能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我提前做了一个事情 叫我搞了冒号后面的三秒版本 其实我们整个这句话说的 是不是也应该是高雅艺术里面 没有日常生活的东西 它前后是铜像 这你就知道 这个三秒版本有多重要了 好 冒号前面 高雅艺术有 叫theorious american art 日常生活的东西有 叫everyday life 那这样这个空格应该填什么 填负一 填负的 它不能有 所以大家看abc哪个是负答案选a 它在高雅艺术中是没有的 是消失的 b选项被真爱 c选项很关键 你会发现bc是不是都是正一样 它在高雅艺术中很有价值 被真爱 那这个就不行了 好 这是这道题 这道题我觉得 大家如果只收获一点 就是冒号 我故意在这里给大家 放一个冒号的题目 就是让大家知道 这个冒号在我们填空里 有多么活跃 整个二十个题里 我放的冒号的题目 不是特别多 因为我还想 其他的一些丰富性 让各位同学都能感受出来 不是说每一次 GRE的二十个填空题 它都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考到 但我们这个更新完的课程的话 一定是需要大家把 该见识的都见识见识 好 那这个题目我们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个 第五这个题目 它是出自于ETS 它有个东西叫PP2 大家如果把GRE考试 报名完了以后的话 你会收到ETS 给你寄了一个光盘 如果这个光盘没收到的话 PP2的光盘的题目 大家在ETS的官网上 是可以下得到的 它这里面有些提出的 还是蛮有水平的 我们在我们的线下325班里面 就会给大家讲 PP2完整的题目 都是非常非常难级别的 就有些少数歹子说 这T好简单 然后我们就拿PP2去折磨它们 好 第一步方程等号 AUZO 这个太暴露了 尽管它一直以来 有一个空格的名声 大家会看名声这个词 在用的时候 特别喜欢它后面加一个 FALL的借词结构 尽管有空格的名声 不知道填什么 继续往后面看主句 但是它的行为 它对于它同事的行为的话 总是具有第二空格的特征 那我是说这俩空是联动的 勾到一起打个负号 负号是不是应该跟那个AUZO 给它勾到一块 就这样了 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看 ABC和对EF 所以哪个是前后相反的了 但不要急嘛 这个题我给大家设置的目的就是 其实我第二空可以定出来 定的方式是因为 它后面是不是出现了 个标点符号是逗号 这题就是来给你讲逗号的功能 自己复习 可能逗号真的是不敢冒 好 逗号前后一定是同一项 它其实就是个冒号 大家把它如果换成冒号 我可以这么讲 大家对冒号的敏感度 要大于逗号 原因就是冒号是两个点 逗号只有一个 所以它太渺小了 你就不关注了 好 那逗号后面 它说的内容一定就应该是 它对同事的态度 后面说 那它的行为其实表现了呢 它并不像很多人所认为的 那么那么的无理和粗鲁 这个insolent就相当于implight 所以大家把这个insolent画圈 箭头指向第二空格 我要打个正号 正号和动号勾到一起 我再打个负号 这个负号的话 我要跟这个not勾到一起 因为not是不是要取反了 好 那这样的话 无理取反应该有礼貌 答案选意 Cortius 大家这么记 Cortius的cort做动词叫追求 比如说你追一个男朋友女朋友 这种追求叫cort 那你在追求别人的时候 一定要表现得辨辨有理 所以它就是polite cort不能只知道叫法庭的意思 法庭你觉得是个强词吗 法庭没有反义词 法庭就监狱 这就不对 好 那接下来第二选项 这个brazen叫厚颜无耻的 F选项叫可以预测的 那这个就都不是有礼貌的意味 所以不行 其实厚颜无耻 我们的有礼貌之间 是不是应该是反义 这不要脸 好 那我这第二空已经定了 它应该是有礼貌 那第一个空应该填的 是不是傲揍取反 叫没有礼貌 这真的就跟玩一样 选的是C选项 impudence 这就表示放肆无理的意思 A选项难以理解 B选项呢 贪污受贿 好 那这句话呢 三秒版本又是什么呢 大家这么做完 立刻就要出来 这个人有礼貌 听懂了吗 你看outdoor的部分 是不是应该是让步部分 所以主句部分 才是它真正的三秒版本 就这个人有礼貌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个题目 第六题呢 就是三空题了 很多同学在考场上 特别惧怕的 就是这个空格多的题目 那蒙对 纯粹蒙的 蒙对的概率 应该就是27分之1 3.7% 这其实呢 我们刚才给你算了概率 就应该算GIE数学里面 概率比较难的题目了 那咱们来看看 凭实例的话 这个题目 它唯一难的地方 就是它出现了一种语法现象 好 咱们来看它的主语 主语的中心词 我说是publication 什么叫主语中心词 比如说美丽的姑娘 姑娘就是中心词 美丽的姑娘在跳舞 那中心词就是姑娘 跟美丽就没什么关系 虽然美丽的姑娘 整体是个主语 好 最近的出版物 后面出现了个off这次结构 这些出版物呢 是一个画家叫RM 他呢 最近出版了大量 他书写的一些东西 同时呢 他还有个小伙伴 小伙伴呢 就是fellow 他的小伙伴呢 是个表现主义 叫bn 他呢也写了一些东西 那他俩出版了 这些写的东西 就第一个空格的一个 叫ag的人 他的一个声称 声称后面给了一个 that的一个重句 我说这个重句啊 是个同位于重句 不是定义重句 原因就是判断 同位于重句 定义重句的唯一标准 就是看后面重句的成分 完不完整 如果主为宾都有 那就是同位于重句 那大家看到 我们这个that后面的主语 是不是应该是这些 叫抽象表现主义者 位于动词是ver 就是说抽象表现主义者 他们不愿意去 第二个空格 在他们作品之中的 艺术含义的空格的一些话题 好到这就结束 这是他的同位于重句 接下来大家看 出现那个and 这也是蛮难得的 一个三空的题目 只写了一句话 大家将来你能碰到 好多三空 其实要写好几句话了 那就意味着 这个句子还真是挺长的 and如果出现 这就是出现了平衡结构 平衡结构 大家一看到 就要深吸一口气 就意味着句子 就是把两句给连到一块 另外还有个 让你特别害怕的事情 就是and的平衡结构 如果出现 后面往往会出现一种 语法现象叫省略 那如果省 就是省了和前文句子 相同的东西 那我们在这句里 大家看到and后面 直接跟了一个 and的suggest 位于动词 那它的主语应该是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这个and和suggest 之间的主语是什么 是不是ag的声称呢 不是 应该是这里面的publication 这个离得就太远了 离得太远 导致大家这个远呢 就会让你断片 所以你说你光单词背好了 有些说单词背好几遍 那还不行 你这该练了 肌肉块你没练呢 你就你把你上肢练得特别发达 然后脚还没长出来 那你就会说 为什么跑不起来 当然跑不起来了 好 那and它其实省略的主语 应该是the publication 大家看整个这句的结构 应该是 这些出版物就第一个空格了ag的声称 同时这些出版物就表明了 大家后面给了一个定语 给了一个闭语从居 好 那这些出版物的话呢 同时表明的就是 这种所谓的画少 或许更多的应该是艺术方面的第三个空格 而不是历史上面真实的这种事件 好 两空啊 三空的题目 我们在做的时候 没有必要按照这个空格出现的自然顺序来做 就大家觉得哪能入手呢 我们就从哪开始入手了 比如说这个题目 我觉得 我从第二空格入手的话会非常的快 我看到了这样一个 让我觉得杀人不眨眼的这种词 这个词呢叫this 就屏幕前呢 你对这个this有敏感度吗 我在我线下的三二五班的课里面 我都会告诉学生说 你别着急啊 就这种只是带词的敏感度 我至少带着你练七天 你都未必有敏感度 但正常平均来说 七天之后 他看到这个东西 他就已经自己会去做反应了 所以现在的话 你才刚听我讲了那么一个多小时 你不可能有那么敏感的反应 那总是后知后觉 this后面的这种所谓的话少 是不是一定一定要在this前面要出现呢 如果不出现 你怎么能说这种所谓的话少呢 好 那大家看看在this前面有没有话少 没有 没有就意味着这个词 就要出现在前面的空格里 那我说就出现在第二个空格里面 第二空格里面 我最后选了一选项 articulate 叫清晰的说出来 比如说呢 你说和话少 这不是相反的吗 没关系 你看到第二空格前面 有个reluctant reluctant 这个你翻译叫勉强 我们家翻译叫不嘛 勉强和不嘛 你就听一听 这是文科和理工科的人 我们翻译的不同的感觉 一定要比你通俗的多 而且这种交称的讲法 也会让你觉得这个reluctant 记起来后更加有意义一些 你看有些地方 甚至有些人发reluctant 还给你拿出来以联想的方式来记 叫什么驴拉不动 就这种记忆方式的话 基本都是胡编乱造的记忆方法 就好不好好好说话呢 驴拉不动 好 那我在这里如果做第二空格的标记的话 就是reluctant 画少 箭头指向第二空格 上面我们打个正号 正号就和this勾到一起 这个空就愿意给我填画少 但是在这个第二空前面 还有个负号我要把握 这个负号就是reluctant 他不愿意什么什么 那正负之后 这个地方填的就应该是画少的取反 画少取反 是不是应该叫说话呀 说话不就是这个意了吗 所以你看看 这个变成了表现主义者 他们不愿意把他们作品中 艺术含义的这些话题说出来 这种同时也表现出来了 这种所谓的画少 那这个不就是和这个画少 直接同意重复了 这就是this 这种指示带子牛逼句出 希望评论前呢 各位啊 你自己在做gre题目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把这种指示带词 给他把握清楚 要极高的敏感度 你可以不填冒号 你看到指示带词 你是要给我填的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空 第二空如果填完了以后 我们说ag的观点 就已经非常完整了 ag就认为 这个抽象表现主义者 他们不愿意将 他们艺术作品之中的 艺术含义呢 给他说出来 同时呢 也表现出来了 这种所谓的画少 它或许更多是艺术上的 第三案空格 而不是历史上的事实 第三案空 我觉得现在也可以做了 因为它这里有个结构叫 more a than b more a than b 是a而不是b 是不是就相当于a rather than b啊 那你看then后面 这叫事实 那我more a这个部分填什么 叫不是事实 是不是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fact的话圈 箭头指向第三案空格 下面打个负号 负号就是和这个more a than b 结构给它构到一起 我填个不是事实的了 记转上这个叫 叫良心 所以你有没有良心 SEI是知道的词 跟COA是全部 H选项叫聚焦 I选项呢 这个叫作态 这个作态啊 就特别的装嘛 就是装逼 就这么翻 你要 要是我刚才说 那个字被逼掉了呢 那你就翻译装 它逼掉了还是那个音 好 那I选项呢 这个就是装 装是不是就不是这样啊 所以他说 这帮人他假装 他不愿意怎么说话 他所谓的这种话少 其实就是他装的 他事实上 他不是这样的 好 那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假的特征了啊 作态嘛 就端子那个样子 多假呀 好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第一个空 也是做起来很轻松 第一个空啊 我们看到 在第一个空的后面 是AZ的观点 他认为这帮人不愿意说 然后大家再看 第一个空前面 这帮人是什么特质 是不是最近说了好多啊 写了很多很多 那多空格少 我问你这个空格 应该填什么 是不是应该是负一啊 你想你多空格变少 这不是一定要在方向上 转变一下吗 那答案你就应该选择是B了 Andamide 削弱啊 然后A选项 大家看的方向 是不是恰好相反啊 这是正式 而C也像Overlook 这应该表示忽视啊 好 我把整个的具意 再给大家过一遍 说的是有个叫RM的画家 他最近出版了 大量他书写的东西 同时他有个小伙伴啊 是一个表现主义者的BN 那他也出了好多东西 他们的这个做法 共同的削弱了AZ的观点 AZ认为这些超现实表现主义者 不是超现实啊 抽象表现主义者 他们呢是不愿意将 自己作品中的艺术的含义呢 给他说出来的 那他们出了这么多东西呢 其实向我们揭示出来的是 这种所谓的画手啊 或许更多的就是 艺术方面的一种作态 而并不是真实的事情 那整个这一坨的 三百分文又是什么呢 他们其实是很能说的 是不是 这就是他的三秒版本了啊 他们其实是很能说的 你看我说 他们其实是很能说的 是不是暗含着 他们装的不怎么能说呀 每一句啊 拜托各位平时练习 一定一定要做 这种三秒版本的概括 你做了 在考场你建一篇长文章 8到12句 读下来以后 立刻这个观点 就是非常清晰的 等一会儿我们带着大家 看一篇那个短文章 那短文章的句子 可真是不简单啊 他就是你必须得把这个关系 得把握好啊 好 这是我们这个第六题 第六题 还有一些细微之处啊 大家也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你看呢 他在这里提到了一个 as well as writing by fellow expressionist 的Bn 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人 你可能会说 他不要把句子写长 但我不得不说啊 他提这个人是因为 如果不加这个 这句话的第一个空 就没得做了 他的逻辑是有断层的 原因就是ag这个人 他认为抽象表现主义者 是装的 装的话少 但你看看 如果没有这个fellow 什么ebn这个东西啊 你能说rm这个人 就是这个抽象表现主义者吗 就断掉了 就没有了啊 但是你要是加了这个超语 你就能推得出来 rm也是这种表现主义者 原因是 他和剩下那个人之间 是不是个fellow是小伙伴啊 所以他们都可以表现出 通过他们写的多 就可以削弱 被别人说 他们写的少的这种特质了啊 这也是大家自己在写作文的时候 经常会觉得 我写的很好啊 为什么分还低 就是你自己会有些潜在的假设 而GIE的这些甜空阅读的话 你别看他写的啰嗦 但他确实把很多 我们默认的假设 都已经提前给你了啊 我们以前在我们 卸下325的课上 会让学生们去仿写一些句子说 然后他们写完的句子 我们翻译成中文 就是臭豆腐很好吃 所以臭豆腐是一个 很受欢迎的食品 这个在托福里面 就如果语法没问题 就是对的 但在GIE的作文里 这一定逻辑有问题 因为好吃和受欢迎之间的话 这是需要建立一个逻辑联系的啊 除非你说臭豆腐很好吃 好吃就是受欢迎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我认为 它就应该成为一个 受欢迎的食品 这样才可以 要么你就给我写成 臭豆腐很好吃 我经常去吃 全国各地非常好吃的臭豆腐 我因为这个臭豆腐呢 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 我们都觉得臭豆腐 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食品 那如果这样写 这个逻辑就对的 因为你四句都是 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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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往别的地方去骗你 所以如果说你托福作文 考了30分 GIE作文呢 考了3分 那这个只能说明 你的托福作文 确实写到了无级的水平 就是语言可能不错 但几乎是没什么逻辑的 在GIE界面就暴露了 好 这也不过就是个三控题嘛 大家会发现它最难之处 其实是在这个句子结构上 大家能不能把这个N 后面省畏的主语把握出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进入到 我们这个section后面的 七八九十这四个题目 那这四个题就都是 六选二的题目了 相对要简单一些 如果说呢 这些将热量困住的 这些气体它们的排放 持续地以当下的这个速度 在进行积累的话 那这个heat trapping gases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一些温室气体嘛 像二氧化碳啊 假玩啊 如果还以这个速度来积累的话 那地球呢 它就会经历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改变 同时 我说这个and是不是前后要一致啊 and前面如果说要改变 and后面也是要说改变啊 同时尽管 这个while出现八九不离十 就是尽管啊 同时尽管 这些改变中的某一些 它们可能是具有控格特征的 但是大多数的话 它们应该是有 彻头彻尾的破坏性的特质的 大家会发现它的主句里面 对于这些改变的话 要给予了一个复评价 叫彻头彻尾的破坏性的 那大家是不是应该把disruptive 画出来 箭头指向控格 上面打负号 负号跟谁勾 跟while勾到一起 勾完了以后 这个空文应该填一个正向词 是不是 那大家看看我and的前后 是不是同向呢 and的前面说会发生变化 and的后面是不是说 尽管一些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变化 但大多数是不好的变化 不好的变化和transformation变化 是不是就是同向的呀 只是一开始那个transformation 没有给出你态度而已 好 找一个正的吧 A和B千万不要选 这是不是应该是一对标准的 同一词都表示灾难性的呀 这个灾难性 可比那个disastrous那种词 要难得多 大家如果看过的 Devil wears Prata 那里面他们当然说 那个老板的话 如果干个什么事 这就是catastrophe 他就会用到这种词 就有点休养的 基本就应该用这种 破产姐妹是说不出这样的词的 但是在纸牌屋里 大家就一定能见到 这种级别的词 这是有身份的人 和落败的人之间 巨大的差别 你一个落败的人 你说出这样的词 别人还是会觉得 你就是一个落败的人 落败的人也没有资格 说这样的词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题答案应该选的是 E和F Modest 不要只知道叫谦虚 还可以表示适度 然后F选像 Unremarkable 做使用词 表示不明显的 不明显是不是也说明 这个量不是很大 带到我们这空里非常好 尽管有一些这样的变化 它们就是一些 适度的不明显的变化 但有一些是 彻头彻尾的颠覆性的变化 好了 这题搞定 这题我再稍微说一点东西 就是我们的F F它其实 它也是个方程等号 它表示的是同向 如果T好我就出去 T不好我就不出去 因为T好我就出去 当T好的时候我就出去 大家跟上我节奏了吗 就是不管是F条件状语从去 When时间状语从去 还是Because原因状语从去 它们其实都应该是 方程等号比较正向 只是Because原因状语从去 考的太多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这个Because的话 应该更重要 不不不 它们都是同向的 好 这个题我们也搞定了 其他选择 大家看C就不能忍 对染相叫无可救药了 其实我觉得这六个词里面 算得上G2E级别的 就是A和B E和F呢 偶尔会做做强词 第一次嗯 这三个词里面 给了很多 drei词里面